大家好,欢迎来到中老年讲堂 希望大家能给唐糖点个赞 您的支持是唐糖最大的动力 今天唐糖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你后悔帮子女带孙吗? 这个姥姥的真实回答 看完让人心酸落泪 现在很多中老年人帮子女带孙 既出钱又出力 还容易遭到子女的嫌弃 老人会后悔给子女带孙吗? 看完下面这个姥姥的故事 就知道了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 不过有人替你负重前行 前几天闺蜜家的娃悠悠病了 上午还好好送到幼儿园的孩子 晚上回来就烧得来势汹汹 体温一下子飙到41度 那天刚好赶上闺蜜年终报告 忙完后她才看见手机里 孩子姥姥十几通的未接来电 心里咯噔一下 心里想着一定是孩子出事了 赶紧回播过去 姥姥接了电话说 没事了有点发烧 吃了药已经退了 你忙吧 想着普通的发烧 姥姥应该能应付的来 她就没及时赶回家 谁知道快12点到家后 发现姥姥趴在孩子床边睡着了 孩子盖着厚厚的被子 脸热的通红 她赶紧摸了一下孩子的头 烫得让人心慌 她一边给孩子穿衣服 一边说 妈 孩子烧得这么热 怎么该这么多啊 赶紧去医院吧 姥姥听了赶紧起身 摸了一下孩子的脚 慌张的解释 刚退了 我就瞇了一会儿 怎么又烧了 一家人火急火料的赶到医院 孩子被确诊为甲瘤感染 差点就感染肺炎 看着孩子难受 她忍不住跟姥姥发了火 妈 你给她吃的什么药 能不能不瞎吃药 孩子烧得这么厉害 怎么不第一时间送医院啊 姥姥看着病房里的孩子 一身没坑 住院的这一周 她白天上班 晚上到医院 替换姥姥照顾孩子 有天加班去的晚 到医院的时候 孩子都睡了 姥姥在病床旁边的小板凳上坐着 从兜里拿出一堆 花花绿绿的小药盒 就着水吃了一把药 擦了擦手 摸摸孩子的头 叹了一口气说 乖乖 姥姥年纪大了 不中用了 尽给你们添麻烦了 你快点好起来吧 看把你妈累的 这个画面 闺蜜突然累崩了 这一周 没少埋怨姥姥 没想到姥姥心理压力这么大 还在惦记着自己 有了孩子以后 整颗心都放在孩子身上 关心她每一次吃喝拉撒 有的时候却忽略了 孩子姥姥的生老病痛 可是啊 她们从来不会计较这些 在她们眼里 多替闺女干点活 多照顾照顾孩子 洗洗刷刷 一忙就是一天 闺女那么忙 那么累 少帮一把 都觉得是在给闺女添麻烦 就因为比起爱外孙 她更爱女儿 还记得以前看过的一张 让人泪目的图片 年轻的妈妈 一口一口的喂着自己的女儿 而她的妈妈就站在她身边 也在一口一口喂着她 有人说 干嘛不自己好好吃饭 让姥姥喂孩子矫情 怕是你不知道 有一种喂饭叫 只有妈妈喂 孩子才会好好吃 怕是你也不知道 有一种心疼叫 见不得女儿饿着肚子带孩子 妈妈永远都是那个 竭尽所能给我们一切的人 就如现在我们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带外孙的路 明明很苦 却从来没影响姥姥成为带娃C位的事实 为啥 就因为他们更爱自己的女儿 即使我们30岁40岁了 在她眼里依旧是个孩子 哪怕我们已经生儿育女 当我们疼爱自己孩子时 她依然在疼爱着我们 也许她给予的方式不好 甚至不对 但其中的深爱却永远不能否定 只是我们总记得自己的付出 忘了这一点 可别忘了 她也是第一次当姥姥 去年有一个七分钟短片 看似了好多人的眼眶 女主是个职场妈妈 平时上班 妈妈在家帮她带刺罪的女儿 跟好多家庭一样 生活习惯和育儿观念的冲突 是这个家不和谐的音符 女儿熬夜加班 妈妈早起为她煮养干粥 她气妈妈 为什么不让自己多睡一会儿 忙完早餐 为了让孩子快点收拾完 去赶校车 妈妈总是替孩子穿衣服 她嗤嗤以鼻 女儿生日 她下班晚归 孩子发烧了 女主责怪妈妈 给孩子盖得多 乱吃药 甚至痛吃妈妈 你这根本不是爱 就是控制的欲望 在妈妈失望的眼里 闪现的都是女儿小时候 可爱的样子 那么从小依赖自己的小人 长大了 开始嫌弃自己了 心酸至极 第二天早起 没看见妈妈 邻居说 看着妈妈拿着箱子走了 女主慌张的给妈妈打电话 却发现妈妈没带手机 一早上坐里不安 直到看到妈妈拎着菜篮子回来 她的心才放下 养娃路上 谁不是一边嫌弃老妈 一边又离不开她呢 生气的时候哄过她 怨过她 可真正离不开她的 还不是我们自己吗 还好妈妈没有走 而是去了很远的市场 去给她和孩子买新鲜的排骨了 孩子病了 她太累了 妈妈想给他们煲点汤 补补身子 心酸归心酸 但心里的惦记却一点没有减少 撒手不管是不可能的 如果说这世界上 有一个人被伤害一万次 还会轻易的原谅你 那一定是妈妈 如果说这世界上 有一个人年过六十 还在拿着手机 学习育儿视频 那一定是姥姥 当过妈妈 养大了女儿 还要心疼她一辈子 当了姥姥 又变成小学生 什么都要从零学起 生怕给孩子添一点麻烦 心疼她 当了姥姥之后的妈 她的爱何苦 也许等我们也当了姥姥 才会理解吧 幼娃以后 总觉得我们付出的很多 总觉得爱孩子 是一件很伟大的事 没错 但相比之下 姥姥要付出的更多 因为她要爱外孙 更要爱女儿 她的爱比我们还要多一分 我们总是吐槽妈妈 懂得不多 带娃方法不对 一点不与时俱进 但其实在妈妈那个年代 她能接受到的知识有限 带娃全靠祖辈相传的经验 哪有现在这么多的渠道 但为了帮我们好好带娃 她会很努力地 让自己靠近这个时代 努力学着用手机 翻育儿的书 弄懂孩子的玩具 浴室也会跟女儿商量 对孩子也许偶尔也会有浇灌 但那些都是来自隔背亲不可避免的爱吧 俗话说隔背亲打断骨头连着筋 这份爱没那么理性 却也不掺一点水分 爱孩子是每个妈妈的天性 爱外孙还不是因为 她是从女儿肚子里爬出来的娃吗 外孙不是她生的 她不敢做主 可我们是啊 快过年了 跟辛苦一年的她说一句 她老了 你辛苦了 妈妈 你也辛苦了 也许这一句 她就能在心里乐开了花 谁让她要的从来都那么少呢 老人帮忙带孙从来都不是义务 而是因为他们心疼子女 希望子女们在享受的同时 也能多多感恩父母 哪怕他们的育儿观念不对 请给他们多一点耐心 别让爱你的人灰了心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别忘了给唐糖点个赞 同时可以到Facebook和唐糖互动 您的支持是唐糖最大的动力 感谢观看